- 大家好,我是小洛特!- 我是露露! -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3年用的手杖! - 哦,這集原本是要去年就要弄的耶! - 沒錯,我們錄了第三次了! - 為什麼不弄多次啊? - 第一次是我們本來有錄我的臉! - 但是後來覺得實在是太羞恥了,所以我就重錄! -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露臉這次的! - 對!然後第二次呢是錄的太無聊了!重錄! - 她怎麼樣才不無聊? - 就看這一支啦! -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今年呢,決定要用的手上有這些 總共有這四本 ㄟ好多,你真的用我玩嗎? 用我玩啊,但不是每天都用啊 等一下再讓我來一一跟大家介紹介紹 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就是有一段時間就開始寫本本 然後進入這個個人的世界 無我世界 然後我怎麼叫他,他都完全不理我 沒錯 沒錯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也沒有很久啦,大概十分鐘吧 那麼短嗎? 對啊十分鐘而已吧 我猜啦,我覺得的十分鐘啦 好,然後呢,我們也要來比較一下 跟去年用的手帳的差別這樣 所以你是哪兩本是什麼是什麼? 去年呢,我用這一本拿來當拼貼 行程紀錄是這一本 然後去年其實也有用這兩本 等於是日記在這裡 然後主題拼貼在這個 所以螢幕畫面右邊是你去年的? 對對,這邊是去年的 然後今年呢,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過度過去 沒錯沒錯,就是有一點點的變化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中間的變化是什麼 好,那你要介紹一下這四本是什麼 好,第一本呢 是五年手帳 Hobonichi的五年手帳 超小超可愛 超級美麗 它很像聖經 對啊 而且它紙也是薄薄的 很像聖經紙那樣子 OK,然後再來呢 是TN的手帳 TN手帳呢 我就是拿來用做拼貼的 所以就是去年也是用這個 那今年繼續沿用 對,有一個拼貼手帳 你的封面上完全沒貼東西 沒有啊,這個是皮啊 可是我看很多人的皮 也會那麼花一花俏 因為我覺得捨不得 然後就是我其實陸陸續續有 買很多TN的皮 可是我這一個都是一直用到現在 還捨不得換掉 因為它是我第一個TN皮 喔,髒髒 可是上面都是美麗的很接耶 你在那邊穿一件你喜歡的衣服 然後就一直穿 然後穿一個兩個月這樣 都沒有洗 髒髒 髒髒 沒有,沒有髒髒 這是我新的愛 我心中之愛 這樣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然後再來這一本呢 是狄夢奇的手帳 之前有開箱過 是那個愛麗絲夢遊先進主題的手帳 這本你硬要耶 你之前不是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 對,這一本呢 就要講到這一個 這個是Wix Hobo Nietzsche Wix 其實這兩本的性質很像 都是日誌本就對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堅持一定要用這個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這個了 但是我就一直很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把它賣掉 瘋狂問魯魯到底要不要賣 到底要不要賣 我大概有問了一個月 那我說什麼Follow your heart 你一開始就說 還好吧,不貴啊,就留著 然後後來我就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說賣掉 賣掉 因為它一直問一直問 我沒有變我的想法 因為它一直問一直問 我覺得太囉嗦了 太白了 對,可是我覺得 我內心還是沒有辦法得出個答案 然後我就在有一天 決定要貼上這個小標籤 就代表說我這個東西 就已經使用了 我就不能再賣了 所以就是讓我自己下定決心 這樣就是羊之狗 跟他弄狗戀一樣 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是這樣講嗎 還是買衣服給他 就是你生下來要給他取名字 喔之類的 我已經取了名字了 不能拋棄他 對,好就是這樣 好就是這四本 那我們就來詳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麼用這四本本質吧 ok let's go Let's go 好那第一本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持續有在使用的五年手帳 那去年呢 2022年是我第一年使用五年手帳 然後 因為是我買的 沒錯,我超喜歡的 就有滿滿的書寫的痕跡 因為他就像我一直說過 他真的是很小 A6尺寸 然後每一頁就很小一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一天沒寫 你看小小一格就很實用 就是你寫兩三句就滿了 你都給大家看沒有寫的地方 對啊 你還給大家看寫過的地方 好,我給大家看有寫過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覺得超好笑的 這個 我會把夢的紀錄寫在這上面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出國玩了 然後我就夢到我們去員工旅遊出國玩 然後結果我一開始就是忘記帶行李 然後我們就直奔機場 欸我完全沒有這段記憶耶 你直接跟我講故事 沒有啊 就是我那時候就做夢啊 然後我早上起來就跟你說 欸我做一個那個關於出國的夢 所以這一段是夢 是夢啦 那你過不以後是 比如說五年後看 然後你以為是真的 沒有沒有,我有寫做夢啊 是嗎 然後我就前面就講說 就是因為昨天在公車上的時候 有跟同事回憶就是員工旅遊 然後結果昨天晚上直接夢到 我們終於要出國玩了 然後呢 我直接衝機場 結果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帶行李 然後魯魯就緊急搭計程車送行李給我 最後就是在進海關 我們悠遊的在排隊進海關的時候發現 我沒有護照 欸這種事情他真的會發生嗎 真的是會發生 所以我那個真的是 背景很冷耶 他常常出門就是發生 發現錢包沒有帶啦 身邊沒有帶啦 身邊沒有帶啦 背包沒有帶啦 公司已經沒有帶啦 總之我又覺得背景發亮 然後清醒這樣 然後妳有下定決心要怎麼樣 沒有啊 就是下定決心以後 出國前要帶好行李啊 不是問我有沒有沒帶東西 喔好 以後要跟你說 那妳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五年日記本身的格式 跟寫法是怎麼樣 有些人可能沒有這個東西 喔他的格式 格式就是這樣啊 在上面這邊會有日期 比如說這個是12月21號嘛 那他每一年的格子就在這裡 喔就是每一年一小條這樣 對一小條 那你如果沒有很多話 你就可以這樣寫在這邊就好 那如果你有很多話 就可以延伸到這裡 那基本上如果我有寫的話 我都會延伸到這裡 那你覺得寫他很好處嗎 我覺得寫他就是可以在 同一年的12月21號發現 你五年來的心境變化 跟你遇到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有一種時空對談的感覺 你就跟那個報紙上面的這個每年今天 對對對對對 歷史上的今日 對 什麼什麼戰爭啊 沒有啊有偉人生日啊 或是什麼的 有嗎 有啊有啦 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寫日記是一個很好沉澱自己的方式 可以把一天的喜怒哀樂 或是有趣的事情記錄下來 可以把腦內的亂細胞的資訊整理乾淨 然後隔天再繼續重新過新的一天 或是你可以跟你老公討論 沒有 其實魯魯不能看我的日記 所以 有一些很私密的話 還是留在這裡 他都會用一個鎖給他鎖起來 沒有我沒有鎖起來啦 但是魯魯都不會主動去看 給他鎖在櫃子裡面 因為他真的很感人 就是我說不行的事情 他都不會偷偷去 對很多說不行的事情他都常常做 沒有 沒有 好啦 剛剛魯魯想要跟大家說 我們有放了一個就是 我們的婚紗照在這裡 這樣看什麼 這樣可以看什麼 這個紅紅的東西 我們 欸其實我是不是可以給大家看我 對啊給大家看我 給他護我 不要給大家看你 這樣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婚紗照 我們其中一張婚紗照 對 然後這是我最最最最喜歡的婚紗照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的笑很自然 然後 這一個畫面又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 那不是我們面對客戶的笑嗎 沒錯 好喜歡的 所以我們明年呢就繼續使用 那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會持續使用到2026年 就是沒有意外的話五年後他就變成夏威特的夢畫余露 喔對耶 其實我真的很常做夢都把它寫下來 我就覺得很好笑 超級詭異的夢 超級詭異的 然後每次起來就說 魯魯 我們要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威特的夢畫 好那我們要繼續看下一本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拼貼本本 那去年呢用TN做了很多拼貼的手帳跟拼貼的影片 那今年我一樣用這本本子來做拼貼 然後這一本呢是我第一次用手帳第一本買的TN 所以不管我現在就是買了多少本TN 我都一直保留這個最原始的本皮這樣 喔你說這個皮是你第一次買TN的時候的皮 對 那時候我才剛進入社會 所以這個價格這個原價對我來說都蠻高的 你說什麼時候買的 就是剛開始上班的時候 所以知道這個粉皮的人 這粉皮是每年都會出嗎 沒有沒有這是最一般的 喔所以現在就是它一直有這樣 對它一直有 所以我現在買也可以買得到 對也買得到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用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推測我的年紀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然後呢一開始我用TN其實有分很多很多的本子 比如說電影手帳 比如說旅行手帳跟美食手帳 然後後來呢我就覺得這樣實在是對我來說壓力太大了 就是每一本手帳就是開了 然後用一兩次然後就放很久 我可能就是這部電影沒有想要寄 然後等到下一次想要寄電影的時候 又很久以後了 所以從2022開始我就把它全部 囊括在這一本手帳裡面 就是開一本TN的內頁 然後把所有的旅行啊美食啊電影啊 全部寄在同一個本子裡面 喔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原本就是有很多櫃子 然後就有分類好 然後現在就是你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你應該全部丟在一個櫃子裡面 然後跟倉庫這樣子嗎 沒有那麼亂七八糟 你的意思就是現在你就是下面挖溝 我只要是Pinty應該全部放在旁邊 對啦 哎呦 反正就是人生嘛 不管你在哪樣分類 它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嘛 不管你人生再怎麼樣的亂七八糟 就是你人生 對 這是什麼雞湯酥的 對 好啦那先給大家隨便翻翻好了 就是我們都有做手帳的Pinty影片 大家有興趣看詳細的話可以再點這邊 然後一開始我這邊有一個夾葉 啊這個其實我沒有在用 但是就是放著好看 配裝一些素材 就是一個牛皮的紙袋文件夾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的TN手帳 然後上面有一些那個TN的限定的鈕 不是的印印印章 你沒有辦法講話了 等一下等一下你拿近點給大家看 好這樣子 最酷的地方是什麼大家 最酷的是這個 對啊這個是魯魯幫我蓋的喔 這個飛機 它會飛到另外一面去 這邊 這邊很酷 這邊很酷 有一個線性流動的感覺 沒錯 而且你後面放那個也很酷欸 後面那個什麼 這個是之前留下來的貼紙 2019年的時候 欸這好酷喔 對啊這個是一個貼紙可以用 但我一直捨不得 不要不要用 然後這個是2019年買本本的時候 附的一個guidebook Travelers他們真的是每次的文宣都很美 對啊就是一個復古風 然後每年的主題不太大 你可以完全就是用他們的東西當素材 可以啊 你就完全不用買紙膠袋了 可是他們的素材好貴 不是啊 你不用買素材 你就拿他的文宣就好了 喔對啊 可是文宣就只有一個 沒有啊我們前陣子不是有很多 他的本本啊什麼都可以隨便拿 喔對 就是我們之前的拼貼 就大概是這樣 就是最後一個拼貼這樣 OK 聖誕節拼貼 然後明年呢剩下幾頁 我應該要把它用完之後 再開一個新的空白本 那只是我是說就是 可能我一本裡面 就只會放一個內頁這樣子 喔你不想要放太多了對不對 對啊我就不想要開太多主體性的本子 然後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這樣子讓我覺得就是很豐富 一本就夠了這樣 輕鬆拼貼你也可以 沒錯 好那去年大家如果有看我手杖體系的話 就應該知道我有用這一本 當成我的拼貼手杖 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其實蠻多事情 好大家不知道我很多事情 有什麼事情 好啦總之呢我今年就沒有繼續用 Hobonichi的這個A6的本子 繼續拼貼 因為我現在呢就把所有的拼貼主力 放在TN上面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這一本啊 就是完全只是拿來玩拼貼的 就是沒有一個主題性 那其實久而久之就會覺得有一點懶得用 什麼叫做玩拼貼 什麼叫做 就是有時候我買新的文具 新的紙膠袋 或是新的印章的時候 會想要試用 會想要隨便拼拼湊湊 那我就會拿這個本子來做 可是其實它會造成我 有一點壓力 是因為它上面有待日期 那我原本是想說 沒關係有待日期 對我來說也是空白也是一種紀錄 可是其實我已經連續兩年用不好它了 所以我今年決定 果斷的放棄它 然後把所有的拼貼都放在這裡 所以以後可能也會有一些 比如說買到新品 想要玩拼貼的時候 也會住在這裡這樣子 所以是說你之前是有日期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喔每天拼一點點 對對對 然後現在就變成你可能沒有辦法 每天拼一點點 你就乾脆不要這樣 對對對對對沒錯 有的時候要放棄也是一種選擇 這什麼 你又開始不要抵擋 好那所以我們明年呢 就沒有這個手帳了 沒有那麼難過的狐狸 它又被拋棄了 你看那狐狸開始這樣買的時候 我就說它很孤獨 它很孤獨嗎 對啊 全世界都毀了 只是它還活下來 可是就算我沒有用 Hobonichi的手帳 我還是有買啊 我還是很喜歡他們的手帳 你的意思是說你還是花了錢啊 對我還是花了錢啊 你花了錢就喜歡他了嗎 我喜歡啊 你不能用錢很強的愛啊 喔喔 可是我有花時間啊 我有拼貼啊 那你這個瓶怎麼辦 你要怎麼說這個瓶子 就是我以後可能 如果買這種A6尺寸的內頁的話 我都可以把它再拿來用啊 或是你可以說 那以後我就不買這個size 不行 我還是喜歡Hobonichi 好就是這樣啦 好最後呢 就要來講說 我們行程規劃用的本子 那今年呢 我有了兩本行程規劃 其實有點壓力很大 你規劃那麼多行程 然後你自己的行程 有沒有好好規劃 有 我今年特別用力在規劃我的時間 雖然看起來有兩本 都是有日期的日志本 可是它的功能不太一樣 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時間軸 所以它會是在我每一天結束之後 再回顧一下我每一個小時 每一分鐘有沒有好好的利用時間 所以你是每一天睡覺前用的 對可能就是花個十分鐘寫一下 它的格式是長這樣子 時間軸 然後為什麼我一直捨不得賣掉它呢 是因為它前面有很漂亮的圖案 它是像故事書那樣 對對對像這樣子 之前也有開箱過這一本手帳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已經寫的那個時間軸 我覺得有點害羞 不要害羞 就這個是1月1號的那一天的行程 你就起床 然後排隊 然後吃飯 然後回家露營 然後跟露露真的吵架 妳要寫吵架 對啊 那不然我那個時段就很尷尬 然後就是吃飯 然後讀書 然後寫顯化性 就是顯化性也是我在YouTube上看到的 所以吵架吵多久你都寫上去 沒有我稍微啦 妳說今天下午4點到5點來吵架 沒有我稍微稍微寫一下而已 好不好 這種難過的事情都要寫下來 吵架的結論是什麼 吵架的結論是我們今天重錄的這支影片 我們為什麼吵架 不要逼我講 嚇耶 好啦OK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顯化性呢 就是有一點幫助你實現 變成更好的你自己的感覺 就是你想像你現在已經在2023年12月的31號 然後那個時間點寫信給這一整年的自己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寫成像是你已經完成 比如說你今年有個目標 比如說就是定期的去上瑜伽課 或是定期去上什麼 就是健身 就是那個什麼 重訓課 到底有沒有寫啊 沒有沒有因為我只是舉例 當然不是寫我自己 等於是說 喔就是你就鼓勵自己 或是恭喜自己說 喔你有好好的認真的培養你的運動的習慣 你一旦寫下來其實感覺全世界全宇宙 所以我就在幫你實現你的夢想的感覺 這就是一個自我催眠 對啊 可是我真的蠻推薦大家 不管你有沒有寫顯化性 你都要把一年的目標先寫下來 就是條列式簡簡單的寫下來 喔一年的目標寫下來 跟催眠自己是不一樣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 你都是在催眠自己啊 你都是在跟自己說你要達成這個目標 這幾年實行下來 我都或多或少都有完成個六成七成 比如說你去年寫什麼 呃好我講一個大家最有感覺好了 就是去年我的Youtube應該是沒有破五百人 最終的 那個時候根本想不到現在有機會跟大家直播 所以那時候我就寫了一個目標 是希望可以在2022年至少完成一次的直播 可是其實我都是覺得說應該沒有人要來看 所以我就一直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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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有一個感覺是年底的時候就很想要直播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場直播這樣子 就是好像完成那個年目標這樣子 那你是不是為什麼要叫顯化性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點就是明顯的顯化身的話 就是有點把你想要完成的目標寫下來 就是你已完成你要用的是完成式 就像那個bucketless一樣 跟十字拳要做完的實驗式嗎 呃不是欸我覺得它是一個 真的像催眠你自己 比如說你就是想像你現在是2023 12月31號 你說恭喜某某某 恭喜夏洛特完成了幾場直播 好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說那個顯化性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那個1月1號的時候 我有寫一個顯化性有沒有在這裡 OK 然後這邊下面是我的飲食紀錄 就是這樣我大概使用方式就是很簡單 也像這個樣子 OK 那今年主要規劃我形成的是這一本 然後我真的非常想要好好的使用它 那去年呢用的是這一本Sunny手帳 Sunny手帳在之前也有開過影片 拍箱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今年跟去年的就差很多有沒有 你不講的原因眼睛變好 為什麼 你就越來越小啊 喔越來越小喔 對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換成Wix的原因 因為Sunny手帳其實在2022年 我完全沒有把它帶出門過 一次都沒有 真的一次都沒有 因為它太重了它太大了 它的好處雖然說可以寫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它實在是太重了 然後它的格式是這樣子一半 就是這邊是那個行程規劃 然後這一半全部都是筆記頁 後來我發現其實我人生也沒有那麼多事情需要記 你就寫了夢就好了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不用用這麼大 所以我今年還是換回來 我一直使用很習慣的Wix這樣 你確定不是因為沒有兔子嗎 嗯 對還是被兔子吸引了 就完全是因為兔子好不好 喔就是一個 所以妳這本有開始帶出門的嗎 有啊我上次有帶出去啊 上次什麼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是要去咖啡店安排過年行程的時候 好所以一次 對啊欸 今天也才是1月4號 1月4號就四天了欸各位 那我帶出去一次欸四分之一了欸 喔好棒 好就是這樣 然後呢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使用這一本 所以我在網路上看了很多大家的使用心得分享 那也總結了一些比較適合我用的方式 嗯 所以等一下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麼用這一本Wix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參考我的方法 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好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麼用今年的Hobonichi Wix OK 好那首先呢先來看一下我們那個年度的計畫表 登登登 那超小的吧我們來拉近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螞蟻用的是嗎 對 首先呢在這邊在左上角呢有一個YouTube跟IG的符號 為什麼妳的標誌要弄那麼像密碼啊 因為好像那種什麼間諜手帳 然後會寫個小命那個小小的暗號在旁邊 然後別人就會知道說這個密碼是什麼 沒有因為實在是太小啦 對這是小到喔 然後露露很發瘋因為她沒辦法接到那麼小 這居然我們已經錄了三次然後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小 沒有啦你就先忽略她小這件事啦好不好 我要關注在什麼心態 你關注在我的講話上 好總之呢就是我在這邊想要記錄一下每一個月的追蹤的人數變化 然後再思考一下要怎麼調整一下我的步調 那下面有一個淺錢的部分呢就是想要記錄一下我每個月的收入 然後看有沒有加薪 接下來呢其實因為我們用的是那個日本的手帳嘛 那日本的手帳當然就不會有台灣的節慶 所以我就會在一年的開始的時候先把一些節日先寫下來 一些廉價先寫下來 你用橘色筆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橘色筆啊其實一直以來對我的感覺就有顯像娛樂 所以我就會用橘色的筆來標示 喔不是為了要迷彩你藏在背景裡嗎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單純的我的習慣這樣子 然後呢在拿到這本本子的時候呢你就要開始規劃你一整年的目標嘛 所以我在本子的筆記頁的部分呢就寫今年想要達成的目標 就寫在這裡 Be gentle by firm 對沒錯 什麼意思 溫柔而堅定 喔 雖然好像也可以用來講胸部 比 好像是耶 是喔 對啊不夠堅挺這樣 喔 你要被抓去 喔一喔一 Police officer OK然後再來 好然後我就是把我今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寫下來 用這個小標籤呢標示在這裡 這個標籤是去年用那個Sunny手帳留下來的標籤 有共鳴你 有共鳴你 這個是小原果手帳 對啊這樣 然後在剛剛有說我有寫顯化型嘛 就是顯化型就這個不能給大家看 你覺得你這樣子慢動作別人不會按暫停嗎 喔那我不要欸這個切掉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些空白頁都會繼續用 然後在後面呢 我有寫了一個這個買100 那其實他原本的規劃是希望說寫100件你想要記錄的事情 但是我仔細的思索了一下 其實我沒有100件想要記錄的事情 但是我有四種類別想要分別記錄一下 就是這邊有寫booklist 還有online courses 跟youtube還有interest 這四項東西是我想要記錄的 就是看書 比如線上課程還有youtube的一些企劃 還有一些興趣想要培養這樣子 目前完全沒有 呃目前因為想要拍影片的關係 所以我還沒有寫上去 喔 對我今天拍完影片就會立刻寫上去 可是你已經被人家看到了你就喜歡喝酒 嗯我 喝酒是一回事啊 我想要學習一些跟紅酒有關的知識 就跟別人說去樂店只想跳舞一樣 沒有沒有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那個週計畫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翻開來 就是一樣在每個月的地方呢 我就會先寫好說我們台灣的節日 這樣讓我可以比較好規劃這樣子 對 然後比較不同的呢 是這邊我加了一個葉子 加葉的概念 加葉 那這些葉樹呢 是從後面剪下來的 那這邊這邊有那個裁剪的痕跡 屁股都被割下來 然後會貼在臉上 貼在臉上 沒錯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做呢 是因為我一直以來使用手上的習慣 好像就會很容易忽略月計畫 就是月計畫每一次這個月曆的部分我都用不到 那可是我覺得實在是有點可惜 所以我就參考了網路上的做法 就在用加葉的方式去讓我比較有一個書籤葉的感覺 然後因為用屁股肉所以就是不會排斥這樣 顏色都一樣啊 然後長度 對你也不用踩啊 什麼的 然後不用拖裂 對對對就是很軟啊 一樣的厚度啊 什麼之類的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它是怎麼用的 那一般來說我會把葉樹 就是比如說1月 然後我就把它夾在週計畫這邊 當週的週計畫 當我在翻葉的時候 其實我是這樣子 立刻就可以翻到我這一週來 那我這樣打開呢 在我一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欸我每一天要記錄的tracker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每一天就去打勾跟記錄 為什麼是橫的 因為我寫錯了 哈哈 你知道超好笑的 就是它應該是從1寫到31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用橫的我就會想要從左邊想要右邊 而且你還是從下面寫到上面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開始想說沒差 反正就從這邊寫來下面 有差 然後真的是有差 我第一天1月1號的時候就寫錯了 你看這邊有凸蓋的痕跡 對啊 然後就寫錯了 你為什麼不給它卻會塗掉然後衝在寫 我就不想嘛 我就覺得那樣很熟 你就從屁股肉那邊再割一條過來就好了 我不要啦 我不想再重寫了 沒有沒有沒有你就是那一小塊割掉就好了 我不要 不要懶惰 欸你要用一年啊 你一年 沒有這個是一個月而已啦 你這個月這一年的開始的第一個就這麼懶惰嗎 你就對嗎 喔 那你以後你這一年整年用這個本本 你會看到自己第一個月的東西就覺得 喔我今天就是那麼懶 不會啦 我就是個懶惰的人 不會啦 你覺得 我不要我不改了 反正我已經記錄到那個3號了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今年呢我想要記錄的這邊有標示睡眠 從幾點起床幾點睡覺這樣子 為什麼你知道那是睡眠 因為我寫時間啊 這是11點12點1點 然後這是7 8 9 10 那你要怎麼記錄 就是這邊要畫線啊 欸你的標格很難看 很遠啊 所以我說我寫錯了嘛 照理說不是應該在同一邊嗎 就是那個時間記錄 對我說我寫錯我這邊應該要寫在這邊 那我就沒有改就這樣了 那你的sleep在哪裡 呃我沒有寫sleep 你是不是應該寫sleep 我不想寫sleep 我就覺得這就是一個無聲聖有聲 他就是密碼粉 對 然後這邊我想要記錄一下我每天的心情 還有飲食 還有讀書閱讀 然後還有你有沒有念英文 這邊是那個color code happy是黃色 no more就是沒有什麼心情 就是收手這樣子 可是藍色不是倒是難過的意思嗎 沒有啊我的color code是這樣 Follow my rule 然後這個難過的話是用灰色 然後這個難過的話是用灰色 你還有angry的時候 angry就是用紅色 你都情緒波幅很大喔 沒錯 好這是我四個想要記錄的心情這樣 然後接下來開始展開 展開的部分呢 在每一天其實我開本子 就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邊的計畫 這邊我寫的是一個月的計畫 當你在看週計畫的時候 你可以同時看到你的月計畫 然後你在翻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月的月曆 所以等於是一個前後非常好的一個對照的機會 是還蠻酷的 是吧 可是你要翻來翻去 沒有啊可是因為我的想法是你一打開就是這樣 喔不是啦我的意思不是這個 我意思是說你要轉你的分子才可以寫 不用啦你就稍微這樣就好了 還是要轉 好啦總之就這樣啦 反正我覺得是讓我可以好好的待在軌道上 不要就是三星二星 全部的資訊都在同一頁這樣 對對對 我就不用在那邊前面翻來翻去 你知道就是可能就轉一下本本就可以了 對然後我要看月曆就這樣回來 對 對啊是不是很方便 各位就是也可以用這樣做 就自己不要寫錯就好 對啦不要寫錯字 就會變很好用 對對對 然後週計畫的部分呢 我也有寫這一週的to do list 在這裡 有什麼單字進度什麼 就是G9 G10 OK劇型寫到P是什麼 就是第幾頁 OK然後聽寫兩次這樣子 喔OK好 這一週的to do list寫在這邊之後 我就會開始安排這邊的計畫 一開始我會先寫上去的都會是藍色的筆 藍色的比如說像是這個已經有時間 公司尾牙 對對對這種就是我無法變動 或是已經跟人家約好的時間 所以它就是會佔我一個時間段 我就會必須要避開這種時間 比如說像是23號12月23號的時候 我們有去吃晚餐 就是聖誕節晚餐 所以這一整天 這個格子其實就不太會有安排什麼行程 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對對對一定要做的事情 像是24號我們有直播嘛 那我們這一天的時間就會卡得比較緊 讓我這樣子去感覺一下時間要怎麼規劃 然後再來是寫完藍色之後 我就會開始寫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就是我安排應該要 找時間完成to do list裡面的事情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就是有點像填空啦 什麼時間有空就把它填進去 然後再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橘色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說的 橘色對我來說就是比較娛樂 就是我看到橘色心情就會好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寫一些開心的小murmur 或是有一些心情上的小助記 那為什麼內心崩潰的橘色 總之就是murmur啦 應該有紅色啊 murmur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比如說我們去看電影啊 或有什麼娛樂活動就會用橘色的方式寫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大家有看到紅色的部分 那因為YouTube的顏色是紅色 所以我就用紅色的方式去記錄一下我YouTube方面 需要做到的一些to do list這樣子 好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其實還有一個Happy Checker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為什麼還有在這裡 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是12月 我是從1月才開始用這種格式的 所以12月的時候我還沒有Track 正式開始 對所以我就暫時性的先把它寫在這裡 那之後就不會有 那叉叉打勾三角形圈圈是什麼意思 打勾就是有做到 叉叉就是沒有做到 叉叉就是沒有做到 三角形就是好像沒有吃得很乾淨 但是又沒有很誇張 那圈圈呢 圈圈就是有做到啊 那勾勾呢 勾勾就是有做到啊 但是我 我就是飲食的部分跟其他是畫法不一樣啊 啊什麼意思 就是 飲食就是用圈圈三角形跟叉叉 那其他一般的就是用勾勾跟叉叉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但是我已經習慣了 我已經改不了了 你是什麼潛艇的操作說明書 對 是不是很複雜 真的很複雜 我的天啊 好啦不要管我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在規定自己的那個啊 圈圈勾勾叉叉好不好 還有三角形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方塊 對對對 反正這個不是那麼重要 它就是一個很私人的一個勾勾 環境看不懂就好了 全世界看不懂沒關係 沒錯 好 然後在這邊呢 今年我加了一個 weekly review的這種格式 像我這個禮拜就是很忙 所以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到 像我這種畫一個箭頭的 其實都是沒有做到的 那以前呢 我其實就是直接順延到下一週 然後也不會去思考說 我到底這一週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蠻不好的一個循環啦 所以我現在 今年呢 就想要加入一個 weekly review的方式 去檢視一下 檢討一下說 我這個禮拜為什麼沒有達成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一週讀書什麼 進度 停滯不前 可能心情上有什麼 很想過節 然後什麼 不在念書上面 心不在念書上 然後崩潰 對 然後還有什麼不過時間什麼 花了一點時間修整 然後你的箭頭 上面的to do list的箭頭是 順延到下禮拜 對對對順延到下禮拜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我們這邊有很多小小的icon 或是小小的簡單的一條一兩條線 都是有很大的意義 對啊 這這本本是你居然拿到你也看不懂在哪裡 它是一個密碼本 它真的是密碼本 對所以這就是一個我 目前覺得這樣的格式 我現在使用從12月中 一直使用到現在1月4號 我覺得蠻喜歡的一個格式 那也分享給大家 那然後我也 我今年買了這個 這個也超好用的 你看喔 只要我這樣打開 就直接到我現在的時間段這樣子 橡皮筋 對這是一個橡皮筋 然後這是HOP NICHI出的一個那個書籤這樣子 這樣多少錢 這好像一百塊吧 或是 魯魯啊 問錢就不好意思啦 好 所以 這本就是我蠻喜歡的一個格式 分享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分享 耶 終於講完啦 棒棒 棒棒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2023年要使用的本子啦 OK 好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怎麼樣規劃你的時間 或是你用了哪些手帳 就是2023你用什麼手帳 沒錯 然後你怎麼樣規劃你的時間 沒錯 然後你平常會不會講夢話 沒有 沒有吧 那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希望 一定要寫起來喔 很重要喔 我覺得有寫有實現 有寫也實現 對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麼 可是分享出來不是就不會成真了嗎 不會啊你要 講出來 你要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才會實現 那你要跟我們講嗎 要 我不跟大家講 純粹只是因為害羞啦 你不是要一直講一直講嗎 沒有 我有一直跟我的本子講 你看你在YouTube上講一次 要是有一個人看就講另外一次耶 2000人看就看你 簡直是講2000次耶 沒有我是要跟我的本子講 喔是不是要跟我講 我 我想像 要不要跟你講 那你關照要跟我們講嗎 如果你覺得方便的話再講 或是你們回家跟自己的本子講 耍自閉這樣 對 也不要跟你老公講 不要跟男朋友講 也不要跟家人講 就跟本子講 你幹嘛是雞雞 人家想要怎麼講就怎麼講 OK 好啦 那祝大家今年的願望都可以實現 然後越來越不屁 越來越可愛 嗯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